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少的下跌0.1% 最多的下跌大约是0.5% 那么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受到美元再次上涨的影响 下跌超过了1.5%以上 创下5月24号以来的最低收盘价 在其他方面 美元价格昨天由于上涨之后 使得非美货币纷纷出现了下跌 同时原油价格在昨天也是下跌了0.6% 目前是在44.5美元左右 那么在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 就是着重说两个 一个是说到呢 昨天逆势而上的贝拉美奶粉 第二呢 是说到现在热门 但是从高位回调的比特币 我们昨天知道呢 澳洲股市是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包括银行啊 或者说是矿业啊 都出现了超过2%的下跌 那么在一片下跌之中 唯一有一个股票呢 涨幅不错 就是贝拉美 我们知道呢 这个事实情况是这样的 贝拉美呢 我在本周二和本周三的节目里面 说到过两次 它是停盘之后呢 是公布了最新的 这个融资计划 计划呢 是以4点 好像是4块5毛7的价格呢 融资大约是6000万的金额 用来收购呢 一个持有中国的奶粉和食品进口牌照的厂 那么按理说 我们知道任何一家企业 你增股融资啊 都会稀释原有的股东利益 同时也会降低其股价啊 这个呢 不但是小公司这样 就连是澳洲的四大银行 这些大型企业 同样也是一样 在三年前 澳新银行发行这个新股啊 以低于其上一个交易日 三两块钱的价格啊 发行了新股 结果之后的两个月 是他的股价呢 是大跌了接近于30% 所以说在今天早上 咱们都预计贝拉美股票 有可能从5块7毛5的收盘价啊 可能会下跌到5块钱附近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呢 在10点10分开盘之后呢 贝拉美的股价呢 是连续上涨啊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竟然高达了涨幅为13%啊 我们知道这可是在建立在啊 要释放股权稀释股票损害啊 也不能说损害吧 至少是会使现有股价承担下跌压力 这么一个大背景之下 出现了13%的涨幅 你说这个是不是属于特例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以后并不能说这个很多事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啊 都可能有特例出现啊 包括这个贝拉美奶粉也是一样啊 看上去呢啊 这个所有的公司一旦发行了新股融资就会下跌 没想到偏偏呢 它还能上涨 这其实也说明一点就是投资者非常认可 贝拉美现在这个增资扩股的计划啊 如果他们在未来能够如期收购企业拿到牌照 那我相信呢 贝拉美的股价在未来还有更大的空间 但是咱们要在这说一下的是呢 GoMarkets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推出股票交易业务啊 所以很多朋友们打电话都以为我们可以交易贝拉美 其实我们不行啊 但是我们在今年下半年有可能会上股票业务 所以在我们真正开始了股票业务之后 到时候呢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捧场啊 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贝拉美这个热门股 咱们再说一下呢 另外一个热门的行业或者说产品 就是呢数字货币比特币 我们知道这个比特币啊 从过去前几年准确的说啊 在过去五年中 它几乎就一直在涨啊 从三百多到四百多到一千到一千五到两千 两千到两千五 在本周初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三千美元一枚 那么在这么高的价格之下 比特币你说它还有没有其本身的价值 这个就相当于是神话一样 谁都说不清楚啊 这个比特币呢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以来是反对的啊 其原因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它并非是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 它是一个民间的货币啊 那么之前它为什么这么火热 因为它是数字货币里 虽然不是第一 但是却是呢啊 这个做到最流行的一家 最普及的一家 比特币过去 它有两个关键的特性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数字货币特性啊 它不需要你随身带钱 第二呢 就是它的匿名性啊 而这个匿名性呢 也广泛现在被用于洗钱啊 因此呢 这比特币目前 有关它现在这两个特性 在我看来是随时可以被消除的 第一它的独特性 数字货币独特性 我们知道 今年最火的不是比特币 而是另一个数字货币呢 叫做以太币啊 这个以太币呢 也是新出了几年不久 但是从去年到现在 涨幅是高达了48倍 48倍啊 那么现在出来一个以太币 明年会不会出来一个丙太币 后年是个丁太币啊 数字货币呢 虽说它没有实物 但是呢 我相信有不同的算法 有不同的名称 数字货币呢 很难做到独一无二 在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比特币现在是匿名性 你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别人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随着这个涉及洗钱 疑问的增加 各国呢 必将会出台措施 限制比特币的匿名转账啊 要公开化 这样一来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知道啊 这比特币两大关键性的特征 很容易就会被消除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一直不会长期支持大家去买比特币的原因 如果大家呢 只是以这个收藏为目的啊 买一个两个啊 那么可能还可以有用 不一定有用嘛 至少留个纪念 但是呢 如果大家是想投资啊 投资五十万一百万两百万 多少多少的钱进去购买比特币 那但这样来说 在我看来呢 并不值得考虑啊 我们更应该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啊 当然你说炒作概念 的确可以 但是切记动用我们的全部资金啊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要讲的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说的产品啊 今天咱们说的是欧元对美元 从最左边我们看到呢 是在四月份啊 从四月大约是四月十九号开始呢 欧元对美元正式的出现了在四小时级别以上的一个上涨 那么从四月十九号到今天大约是六月十六号 接近于两个月的时间欧元对美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上涨形势 但是这样的形态在目前有可能会发生转变啊 虽然还没有发生转变 但是现在非常接近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 欧元对美元自从两次冲击1.13失败之后 现在已经回调到这个关键线 大约是在1.1140 一旦这个价格被打破 大约我们算它1.1130 这个价格被打破超过四小时以上 那欧元很有可能会进入一个中期的下跌 下一档的关键线就是1.09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 或者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或者是下周一 可以重点关注欧元对美元 一旦跌破1.1130以下 超过四小时 我们可以在短期和中期看空欧元 那最后各位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是在澳洲时间啊 晚上10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新屋批准数据 以及呢凌晨2点45分美联储的讲话 那么感谢各位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